各位,我是呂志华 最近有報章報道 黎智英急於售樓 現在在香港出售大埔太平工業中心全層 至於台灣方面 原來他也是急於套現 現在他在台灣放盤出售 內湖行愛路,私動大樓 黎智英這麼急去賣樓 市場喘測究竟他是不是很等錢花 是否因為官司前身 所以他要籌錢去打官司 我華哥最近搜集資料 發現原來未必是因為這件事 是別有內情的 還有大家想不想知道 他現在所辦的一傳媒 究竟經營情況是怎樣 是否很惡劣呢 他未來將會怎樣處理他那些傳媒的業務 好了,這條短片跟大家解釋一下 分析一下究竟黎智英最近急於放樓 他的背後原因是甚麼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記住將我這條片講傳出去 還有如果大家喜歡的時候 記得要訂閱我 裏志華聲音雜誌 以及按鈴鐺 多謝各位 在我們未講及到黎智英為何急於放樓 我就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黎智英所辦的一傳媒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了 他所經營的一傳媒業務 是年年都虧本的 年年都虧幾億 大家都很奇怪 究竟他為何有這麼多淺市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很不明白 好了,我們不要說這件事 我們先看看 他現在剛剛公佈了 最新的2020年的中期業績報告 從業績報告入面 我們看到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 首先我想問問大家 你們知不知道黎智英 每日的蘋果日報銷量有多少 他剛剛公佈的業績裏面 就披露了 原來蘋果日報每日的銷量 大概是八萬六千份 這個數字來說,多不多呢? 其實在香港的報業來說 由於現在看報紙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數字都不算是少的 好了,大家都知道 一份報紙的零售價 就不是出版商全部代替的 究竟他發行的價錢是多少呢? 好了,從中期報告入面 我們看到 他在半年之內 卡買報紙得到九千五百一十萬 而由四月一號 一路到六九月三十號 一共有183日 好了,如果我們除回這些日子 我們就可以計算到 原來蘋果日報發行給報紙 他每一份是六元的 好了,那六元的收入可不可以為皮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還要依賴廣告 或者其他的收益 好了,那他半年之內 他收到的廣告費 約莫是三千一百七十萬 如果我們除回這些日子 我們就算到蘋果日報每一日的廣告 收入是有多少 大家猜不猜到是有多少呢? 原來蘋果日報每日刊登的廣告 他的收費加起來 每一日大概是十七萬左右 每一日登登的廣告 收費加起來只不過十七萬 當然不是多 如果大家曾經做過廣告公司 就知道了 有很多的財經報章 他們在新股上市 招股的時候 頭版的廣告一份限定 都二三十萬 而蘋果你可以看到 整張報紙加起來才得十七萬 所以他的廣告收益 就是少得相當可憐的 換言之 他的發行量 再加上他的廣告收益 都完全是蓋不到他的支出 但是你會見到 今年蘋果去中期的業績 他虧了一億四千五百萬 較去年同期虧少了很多 虧少了差不多五成 原因是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他大刀闊庫裁員 一傳媒集團現在約莫有二千一百名員工 他在去年公司業務重整期間 最主要是裁減台灣的員工 香港都有 但相對少了很多 現在他在業績報告期內的六個月 他的員工薪酬支出是四億二千萬 而去年同期 他的員工薪酬支出是四億六千六百萬 換言之 經過大刀闊庫裁員之後 半年省了四千六百萬左右 好了 省了些錢 是不是公司的盈利就好了呢? 又不是 原來他欺欺賣賣的錢 都不夠給律師費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傳媒經常都有官司前身 現在他們為了一些官司 包括了唐費、律師費 加加賣賣 他已經作出撥備 撥備多達四千五百多萬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雖然阿肥佬黎有很多壯棍朋友 但那些藏棍和肥佬黎 完全都是酒肉上的朋友 這些是訴訟 那些藏棍可以說 都算清算錯 完全不會吃虧給肥佬黎 所以肥佬黎 現在這麼多官司全身 在律師費、唐費方面 已經消了四千五百多萬 即是炒炒賣賣的員工 炒賣都不夠給律師費 肥佬黎 欺欺賣賣 原來全部給他 好了 大家見到 雖然現在他的日報銷略下跌了 比去年同期的銷子減少了 廣告收益也少了 但他整個集團 整個壹傳媒的虧損並沒有多 反而很明顯減少了 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原因在哪裏呢 裁員絕對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原來他的網上的訂閱量大幅增加 在期內多了很多收益 好了 我未講蘋果日報的網上訂閱量之前 那我先問大家的問題 香港自從反收益暴動之後 大家都知道原來香港有很多黃絲 那你猜不猜到 香港黃絲的數目有多少 猜不到 我告訴你 原來香港的黃絲數目 總共有三百八十萬人 那可能你會懷疑 為何我可以得到這個數字 原來蘋果日報現在網上的訂閱量 的會員人數有三百八十萬 那大家想想 我們藍營的人 有沒有人去訂閱蘋果日報的網上版呢 和正常的香港人 也會不會訂閱看蘋果日報呢 蘋果日報大家都知道 很多假新聞很多假消息 我們正常的人 有理智的人 懂得分析的人 都不會看他 所以那三百八十萬人 我幾乎可以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都是那幫黃絲 都是那幫出來搞事 出來遊行示威的人士 你看下 香港有七百五十萬人 有三百八十萬黃絲 數量都是相當驚人 還有他們全部都看蘋果 亦是告訴我們 為何香港這麼多人 可以蠢到相信八三一太子站會有死人 還有為何會蠢到以為七二一 真是白衣人打黑衣人 就是因為香港太多人看毒果 太多人看假新聞 所以我華哥創作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就是 每日一讀果 智商會低了 看得毒果多 智商越來越低 所以也解釋了 為何香港有這麼多人 相信八三一太子站會有死人 八三一 這麼多人受騙 真相大白 但大家又要了解到 雖然蘋果有很多黃絲訂閱 但那些黃絲原來都很沽寒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給錢 給錢有多少人 只有六十萬人 即是只有六份一人肯給錢 大家都想看免費的東西 但為何肥佬黎都願意免費給他們看呢 除了我相信想幫你洗腦之外 另外如果瀏覽的人數多 他在網上其他的收益 例如廣告收益 又或者其他的活動收益 全部都可以增加他的收入 所以在這段期間 在2020年上半個財政年度期間 壹傳媒在網上的收入 高達三億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當然包括了會員的收入 以及網上的廣告費 或者其他的宣傳 或者其他活動的收益 這一點正正令到蘋果在絕處 找到一條生路的原因 令到他可以繼續久言殘存 好了 壹傳媒以前虧得這麼多 現在虧少了 理論上他手頭所需要的資金 應該較以前沒有那麼緊張 沒有那麼迫切的需要 為何近期反而急於賣樓呢 在香港有消息傳出 他現在放大埔太平工業中心全層 一共有四萬多呎 而叫價大約有1.3億 而除了香港之外 原來台灣都是放樓 其實台灣出售物業已經不是今天的事 原來他在18年和19年之間 他已經在台灣內湖行外路出售了 A和B棟的大樓 而套現了18億新台幣 而現在來講他繼續再放C棟的大樓 好了他這麼急於套現 原因是否最近那麼水緊呢 有人又說可能是因為官司前身 但我相信這個未必是主要原因 因為從他中期報告裡面 已經看到了 其實他那些官司已經作出所有的撥避 換言之已經準備了一筆錢去打官司 未來我相信他最頭痛的官司 就有可能是拜登上任之後 將會徹查究竟是有哪個人在製造假新聞 背後幕後的人是誰 但現在還未開始調查 如果調查完之後再告上法庭 我相信也要幾年後的事情 所以我估計 肥佬黎也未必因為這些官司 而需要急於放樓 現在有些報章揣測 他這麼急需現金融 原因是因為他現在想孤注一閘 因為網上的訂閱 最近來說 他的業績有相當長足的進步 還有在香港和台灣方面 網上媒體 他們現在處於喬楚地位 是屬於最多讀者訂閱的網上媒體 估計這件事令到肥佬黎又再紅心勃勃 他想企圖放棄了紙媒 轉往網上媒體 希望在這裏殺出一條血路 所以他現在賣了一些物業 想著孤注一閘 全部的錢 投資在網上媒體方面 我估計這個可信度相當高 現在黎智英希望網上媒體的業務 能夠令他翻生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人 不想肥佬黎還有機會 在傳媒內還有生存空間 我們應該一起同心合力 記住千萬不要看蘋果日報 或一傳媒網上的新聞 我相信他們的好夢是會落空的 多謝各位